你们俩是现在真的是在一起吗 告诉大家可以吗 现在先跑 在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的时候 陈晓在那两天的微博也是沦陷了 网友们纷纷爱特陈晓 即使那时陈晓和陈妍希的感情十分稳定 可还是有很多网友纷纷喊话叫陈晓来娶赵丽颖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还有好多人都走不出 陆真传奇时陈晓和赵丽颖这对荧幕最火CP 而他们当初有没有真正在一起过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两人最后拆CP时是说了句为了宣传剧 但是从他们过去的种种互动我们 也许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也有过彼此吧 只是那时太年轻 被宣传利用心有不甘 或许他们只是在不合适的时间相遇了 如今陈晓陈妍希已经结婚六年了 儿子星星也已经五岁多了 但还是有很多网友一直不看好两人的婚姻 说法最多的就是陈晓眼睛里没光了 言下之意就是陈晓婚后并不幸福 两人也是经常被传婚遍 但不管外界如何揣测 陈晓和陈妍希一直低调地过着自己的幸福小日子 时不时公开秀一下恩爱 陈妍希在访谈节目上更是直言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语 真的不重要 他还调侃到总说陈晓眼里没有光 他是奥特曼嘛 眼里还要有光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网友是真的很幽默 他们就说老说陈晓眼睛没有光了 他是奥特曼嘛 眼睛很有光的人 或者是 我还看到眼睛网友非常有才 他讲说陈晓 周朔陈晓那个什么 眼睛里面的星星 星星不见了 然后就有个网友在下面评论 生出来了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日子还是我们在过 其实我觉得只要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我们是稳稳当当地开心地过我们的小日子 对我来讲其实外面的那些东西不重要 陈晓和陈妍希结缘于神雕侠侣的重拍 那时陈晓被确定为男主角杨过时 没有人提出异议 但所有的异议却都集中在女主角小龙女的饰演者 陈妍希身上 因为那段时间的陈妍希有一点发胖 所以她饰演的小龙女也一直被吐槽为小龙包 尽管网络上的一片骂声 陈妍希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却已经展开了一段甜蜜的恋爱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陈妍希时 身为男主角的陈晓却说她不演姑姑 我也演不了杨过 而后两人也是不顾外界的舆论 毅然决然地选择走到了一起 陈晓还给了陈妍希一场浪漫又盛大的婚 陈妍希说如果让她重新选择的话 她还会去演小龙女 一个原因是因为小龙女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角色 这是作为女演员很多人都想要尝试挑战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如果没有拍摄这部剧 也就遇不到陈晓 陈妍希在说出这句话时 眼神瞬间充满了爱意 我还是会接到小我还是会接的 嗯 因为但是还是一个我很珍惜我曾经演过的一个角色 最近陈晓和刘亦菲的梦华路也是火遍大江南北 开播十天 豆瓣评分从8.3分涨到8.7分 播放量突破15亿 各大社交平台已经刷屏 毕竟这是两部神雕的小龙女和杨过的梦幻联动 刘亦菲这位神仙姐姐时隔16年首次出演古装剧 在大家看到赵盼儿时 大家都感慨刘亦菲的颜值依旧没变 她还是16年前的赵灵儿 熟知刘亦菲的都知道 我们的神仙姐姐是个采访牛逼症 说话非常有梗 在一次采访中刘亦菲还故意挑逗陈晓 问她和陈妍希二胎还会再想要一个儿子吗 不料陈晓一句 老婆好像比较喜欢女儿 想必直接让陈妍希脸红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陈晓和陈妍希的感情 一直以来都是很恩爱的 都说婚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两人婚姻是否幸福外人还真的无法评判 也无需多言 我们也希望双晨能够一直幸福甜蜜下去 同时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